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又到了我们4月份的运势主题咯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2022年上半年 12星座的 要如何转运呢 那么讲到转运呢 当然就是会遇到一些 比较不如意的状况 或是压力咯 所以大家呢 请参考你的太阳跟月亮星座好吗 因为啊太阳跟月亮呢 往往代表我们的什么 活力 精神 情绪跟健康啊 所以说啊这个健康好 这个气旺的时候呢 你的运就会旺了哦 所以呢 我们要看太阳跟月亮星座来做参考哦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第一个族群啊 就是呢 你的太阳月亮在基本星座 包括了白羊座 巨蟹座 天秤座 以及摩羯座的朋友 基本上呢 在这个2022年上半年呢 对你们影响最强烈的一个组合呢 应该算是啊 火星跟冥王星的四分项哦 那这个组合呢 它大约会在5月25号到7月25号左右呢 来到一个比较紧张的状况 那我们知道火星呢 它就跟什么斗争战争哦 或者是呢 会有破坏 或者是有些意外 血光的事情有关 那冥王星呢 它代表的是 从这种腐败啊 然后呢 有问题 或者是它有结束在重生跟转型的现象 所以你也感受到这两股力量 在上半年会影响你的生活 会带给你比方说一个是情绪的焦躁不满不安全感 再来呢 你可能的身体啊状况特别多 不管是小毛病 还是呢容易粗心怎么样受伤啊 走路跌倒啊 切菜割道啦 还是说可能身边有一些状况出现 比方说家里的这个用电安全等等等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顾虑到呢 很简单 我们就要去留意火星跟冥王星的事情 我们要把它怎么样化解或者平衡掉 那火星跟冥王星 我们如果从这个居家的环境来看的话呢 各位你要留意你家有没有什么要危险 或是老旧腐败的特色 比方说 你家是不是有漏水避癌 比方说你家是不是木柜啊 桌柜啊 或是门框啊 有腐蚀啊 有那种旧旧的啊 剥落的现象 这跟这个冥王星是有一种相对的呼应哦 那再来呢 就是外在环境以外 我们要看到内心 你是不是常常抱怨 是不是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们身心的这个调整也很重要 所以对于这个族群啊 我们要转运的方式叫做什么 排毒 比如说上半年呢 我们要去让自己的内心转化 常常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不要太过执着 然后呢 健康上来讲 请你一定要好好休息 好好吃饭 还有呢 你的这个排汗啊 排便等等 一定要什么 让新陈代谢比较好 这样呢 可以降低火明的影响 那另外呢 火明它代表的是一个比较很重的 很强烈的颜色 比方说火星代表的是红色 那这个迷惘性代表的是黑色 那如果你在上半年运势不是很顺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不要用太重的颜色 或者是太暗的颜色 比方说你就很爱穿暗红色 然后或者是暗色系的各种颜色 我们可以穿一些些 比较呢 亮色系的衣服 明度高一点 或者是呢 你可以搭配 或者是你偶尔穿 现在没关系 我们可以做怎么样 做变换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 那么另外呢 在这种焦躁的能量之下 我们要去这个化泄 我们本身很容易焦躁的情绪 所以定期呢 也许你可以很适合到公园 然后那里走一走 看看这个树啊 或者是花草啊 以及呢 我们要脚踏实地 要去接地气 踏这个地去做运动 都有这个帮助我们去排解火明影响的机会 再来呢 如果你的日月是在固定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金牛座 士座 天蝎座 以及水瓶座朋友 在上半年呢 你很容易受到土星跟天王星的四分项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知道五月份呢 就有一个金牛座日食跟天蝎座的月食 而且五月份也会有这个水星的逆行 那么对于这个族群来讲 你最大的挑战压力在于土星跟天王星的力量 我们要去平衡它 要去化解它 呃 相当于火星来看 土星是一个寒冷的能量 然后是一个很固着的能量 是很暗淡的能量 所以呢 我们要去调整这部分 第一件事情 从居家风学来看 你是不是很爱在家里面堆杂物堆旧物 如果呢 是的话 我会建议你在上半年开始清理了好不好 因为土星的能量就有那种累积旧东西呀 舍不得丢啊 事实上这个习惯也代表你很多内心的情绪是负面的 你舍不得丢 你很眷恋 所以呢 一旦你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你会更伤心 这个能量我们要去调整 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呢 我们要去选择比较轻松愉快的事物去接触 不管你再怎么加班 请你好好在周末休息 而且要接触美的事物 土星能量是干寒的特质 我们要接触什么比较温柔 温度高一点 或者是这个比较带有这个湿润的这个能量 那在我们瞻音学里面呢 它就可能跟金星或木星这种 享受生活的事情有关 所以请你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生活 平衡你的情绪好吗 再来呢 我觉得呢 在健康上面不要忽略老毛病 有老毛病的话你好好治好 特别是呢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不要只看你身边的杂物 很多人喜欢在冰箱里面放旧的食物好不好 都过期还在里面 拜托一下 冰箱是可以延缓老化的地方 不是让食物回到年轻的时候 这个返老还童的地方 而且吃这个过期的食物对身体也不是太好 所以请你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部分 那在整体的色彩上面来看 土星跟天王星的这个固着的能量 它往往代表的是 你可能很容易一直穿某一种颜色 很容易穿一些比较这种 好像想让人家看不到的隐形 很低调的颜色 可是呢 如果你没有穿好 那当然就不会太好 另外土星也跟我们的皮肤有关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 我会建议好好把皮肤让整个光泽是亮的 那你的运势自然而然会比较好 有问题的时候 你的皮肤往往会出现一些状况 它就在提醒你 要特别小心了 当然呢 如果呢 你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其他方式 比方说这个右手的小指带尾戒 或什么之类的 OK都可以 但是这个族群 记得一定要打破那个能量固执 很寒冷 不亲和的状况 你要穿的怎么样 比较柔和 不要只穿一种颜色 然后呢 让自己的气色是温暖的 那最后一个族群呢 是太阳跟月亮在变动星座的族群 包括了这个双子处女射手跟双鱼的朋友 这个族群呢 在上半年最大挑战在于呢 火星海王星的这个和像 我们知道呢 火星呢 将会在4月15号到5月25号左右呢 进入了这个双鱼座 跟海王星在一起 这个能量不太一样 它就是一个很冲动的 很混杂的 什么都做 什么都吃 什么都OK的那种能量 所以你们最大的挑战在于 如何单纯简单 如何专一 找到生活的秩序 不然呢 这个族群呢 在上半年很容易出现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 你可能什么都接累死自己 然后都不好意思说不 然后让别人有什么呢 有机可乘欺负你 或占便宜的空间 第二个呢 你可能自己呢 什么都想要 然后很贪心 然后最后呢 会有一些麻烦出现 所以这个族群要注意 所以这个族群 我们要怎样去化解 或平衡这个能量呢 单一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找到秩序 如果找到秩序 除了纪律的一些事情以外 我觉得 你要设立一个结界 比方说你做投资理财 对不对 那你就要设立停损停利点 对不对 让自己在想要尝试新东西的状况之下 也可以做到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 那在居家环境上面 这个族群呢 非常需要清净的空气 所以呢就是要让室内外的空气要流通 有些人喜欢用熏香香分 OK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呢 你家窗户都关起来 用了很多熏香 然后呢 你的体味也在里面就是混杂 哦 那个味道就不是很好 或是你用了熏香 你家猫狗呢 又容易流汗 那个猫猫狗狗 自己的味道跟熏香在一起 这种味道啊 我们在命理上面来讲 并不是一个好的味道 反而往往是会暗示你 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存在哦 再来呢 有些人可能在家庭门口啊 很喜欢放鞋子啊 可是你知道我们鞋呢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脚的气味 所以你这样进进出出呢 带着这个臭气啊 其实往往也会代表我们的财运 或是在人际关系上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族群要特别留意这个情形 那在生活上面来讲 一定要做好纪律 或者是说有些事情你要设停损点 还有做一些笔记 让自己知道怎么样是适可而止的哦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于所有星座的建议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重点 对于你的日月在基本星座 白羊 然后呢天秤巨蟹跟摩羯座的朋友 那重点在什么呢 在于你要排毒啊 要让自己的那个轻松 不要太急躁 那么对于日月在固定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金牛狮子天蝎 跟水瓶座的朋友呢 你的重点在于减压 要让自己舒服轻松 但是呢 同时你要让自己稍微清和温暖一点 好 然后老旧的东西记得跟他说再见 那么对于日月在变动星座的朋友啊 包括了双子 处女射手双驴的朋友呢 你要学会的单一 还有呢你要把很多事情呢 都设一个停损点或停地点 会让你的生活更简单哦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 四月份的这个主题的一个建议 希望大家都可以享有非常棒 非常轻松愉快的2022年上半年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次再见